《中國產中共病毒疫苗可靠性及有效性軍不獲信任,但中共軍方仍下令全軍接種》 4月15日,深圳網友山下花野子在微博發文稱, 28歲的軍人弟弟在接種國藥集團的疫苗後死亡。 山下花野子寫道:"我弟弟28歲,軍人,沒有病史。 單位安排統一打完國藥集團的不新滅活疫苗,第一針1月11日,第二針2月8日, 在這個期間出現疲勞、皮下出血、牙筋出血的情況。 在接種完成一個多月後,山下花野子的弟弟居然出現再生障礙性貧血。 他在博文中寫道:"到了3月24日頭痛以為感冒,突發腦出血入院,今日人已經離開。 重度再漲引起的腦出血,為什麼接種疫苗會引起再生障礙性貧血呢? 請你們給家屬一個交代。 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再生障礙性貧血,這種罕見的血液病,在全球似乎上屬首次。 這一消息因此引發國際間的關注,但山下花野子的上述微博快速被刪除。 他注意到這件事,並一度在微博抗議,而且透露自己受到威脅。 下午接到弟弟單位領導電話,福田衛生健康局電話表示關心,希望我注意影響, 然後沒有告知我的情況下封禁我的發言。 我沒有要與國家政府作對,我要給弟弟討個公道。 但他這條博文當然也被刪除。 發講清,山下花野子在4月17日凌晨還能發圖片微博, 呼籲有打過滅活疫苗出現血小板減少的人聯絡他, 又叮囑其他網友不要將他推上熱點,不要轉發信息和評論,以免被禁。 但到了今天,雖然微博記錄該帳號自開通以來共發表90條博文, 但目前已經僅剩3條,發表時間分別為4月10日、4月17日。 它在4月15日發布的內容已經全部被刪除。 網絡中有評論指,山下花野子的言論之所以火速被刪, 還不僅因為這個涉及國產疫苗,雖然山下花野子並沒有說明他的弟弟是現役軍人 還是已經退役,但他弟弟的軍人身份仍使這件事在國際間造成不良影響。 這位女士不懂我黨我軍的規矩。 在新障礙貧血症是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導致體內紅血球、白血球及血小板數量減少而出現的綜合症。 臨床主要表現是貧血、出血和感染。 病因可能與化學藥物、過量輻射、病毒感染和遺傳有關。 新冠疫苗問世時間極短,它的可靠性需要檢驗。 在西方社會,雖然各國政府將推廣接種視為度過這場危機的機會, 但仍謹慎對待疫苗副作用。 例如,阿斯利康疫苗就曾因為引發血傳被多國停止接種。 但在中國,不僅官方媒體從未報導負面病例,各地方政府和機關 還將接種率視為政治任務,強行推廣,強制接種。 在民間怨聲鼎兆時,中共國家衛健委出面放話稱,不應該強制接種疫苗。 但中共軍委機關部、解放軍部卻在4月15日明確表示, 軍隊人員作為需隨時執行各類任務的群體, 疫苗除缺有禁忌之外,應當做到全員接種。 多謝你們收看這次的時福新聞。 喜歡我們的節目,歡迎訂閱、點讚和留言。再會!